真的是要眉眉地睡了一觉 先看一下这个睡觉的环境吧 躺了三个,躺了三个 然后,自行车 昨天真的是太累太累了,直接躺下就睡着了 然后晚上又跟他们批语应酬 反正他们都是很多喜欢温动温习的 在哪来往哪去,在干什么 雷早 他的名字 这是我们旅行者的见证 吃早餐哦 哦 嗯 他把夹当夹当多 这边的饼子跟东部的有点不一样 东部的是圆的,然后这边是长的比较多 甜甜的 他在哪里 他是青的 这早现在成为抢劫园 还脏了 他拿洗脸的毛地 这孩子往他洗脸呢 我都不逃 喀布 喀布 没有车去 喀布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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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行阿富汗 开启新一天的正常 先买点水 把背一下 买水 放平 拍摄 还有这么穿可以呢 小的一千年放了多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看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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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签证时间卡着走 好了 继续吧 他们在学校见的不错 一切交给路上 继续前行 这路怎么是下面要好走吗 怎么他们其实应该走向上学校的路上 走了 走 这国省的第一个镇子 天门 烙 说说 刚刚来的时候各种围观 然后 餐馆吃饭的 就是 昨天特别特别累了 吃饭 吃完饭 付了200块钱 我再问那个 住宿多少钱 他是住宿免费 离开之前去店里买水 小伙子也是 苹果 他的意思就是 苹果在他们阿富汗 就是很那个的呀 很饭的水果 这个水果太多了 然后就买水 然后附赠 送了5颗苹果 美滋滋 这就是在奇尔曼的一个 淳朴的状态 走 继续前行 搭不到车 先硬着头皮往前走 这签证 少一天是一天啊 骑行阿富汗中部高原 牧羊少银 牧羊少银 咋了 眼睛呢 我咋看不到他的眼睛呢 现在骑去省会的路上啊 恰和恰来 不够省的省会 然后这是东西纵向的横向的主干道 阿富汗整个国家的道路都堪忧了 绝大部分都没有修好 小羊小羊小羊仔 哎 这到底是货落的房子还是古迹 又在凯尔曼小登的郊区 太慌了 欣赏一下 这种古堡似的 大富人家 这是早期风格的建筑 反正也是土砖搭建的 这感觉像是以前的一个 是不是城堡 或者说政府计划 看着有点像啊 那一边 然后这一边 反正可以随时 考察敌情 在这个蒼茫大地上 这个遗落的 遗迹 这一路上都有村庄 说慌也不慌 走吧继续向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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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前是女人和小爱 进了木开山 我和我的心里 为了节省签证时间 也是拼劳 拼得足足的 现在应该是尽快离开阿范的时候 停下来了 好吧 大了20公里 倒上一杯茶 来在这个老小镇 先不着急赶路 吃饱了 看一下是接着大还是接着起 现在的最主要的一个状态就是 趁着签证没到期 再离开 掐着时间离开大湾 吃饭时间是12点 然后是11点就坐下来了 想送个电 充电网络没电了 然后他们这个充电的特别神奇 原始蓄电池 100块钱吃的饱饱了 走吧 接着骑吧 先骑再说 吃的很饱 然后还得消化 吃个午饭太不容易了 走 出阵继续前行 去往国神的神会 悄悄悄悄 还有100多公里的 小镇风情多 吃饱了就有劲了 爬的也有劲 这也算是一个高原小镇 卖什么的都有 赶集啊 卖生活用品啊 生活手续啊 这就形成了镇的团队 还要出阵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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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久在的 大个人倒是救救我呀 可惜没听 倒是不担心 小镇青年会追出来 我现在是移动的一天 反正越隐蔽越好 再离开镇值 这没一会儿 就这么慌 特别蛮慌啊 好看整个国家 感觉都是蛮慌之病 蛮人 英雞 英语 太浪 这里小镇 继续一路吃灰 一路欣赏这抑郁风情的美 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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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坡 也就是在阿富汗才有这样的坡了 其他地方不知道有没有 唉 刚刚爬完一个 然后 前方有一个最陡的 风又这么大 走 经过前两天的高海拔 这个坡已经不算什么了 慢慢踩吧 看起来挺倒的 小K 推上来的 一哭不泪 又有波下了 这幸好他 哎呀这报个平衡报的太难了 总算把信息发出去了 但是呢 我现在还是啥也收不到 就外界的信息我一点都收不到 就离开半大米尔之后啊 应该是路过三个阵子了 三个阵子都没有行 今天是第四天 第四天没有行 这个转子 把信息发出去了 我就给宝宝说了一下 一切平安 不然这个 四年几天了 中途好像 好像是 成功发出了一条信息 所以 现在四年两天了 今天又发出了一条 但是 完全没信号 这是正常的 大哥 你瞅啥 没见过帅哥 荒野帅哥 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信息 算了 一条都没有 走吧 还有前程 要奔赴呢 哪有时间浪费在这 等信号的路上 来来来来 我不活了 全面还有一个坡 下一个再上一个 这玩我呢 今天这一天都好在这 好在这 走啦 这什么情况 这什么情况 我怎么感觉我的原地打转呢 啊 这是什么地形啊 恶魔地形吗 哎呀 我的天哪 中复死啊 一直在这儿徘徊徊徊徊徊徊 这信号呢 感觉就像灯塔一样 哎 哎 五个那个鱼哦 五有鱼咯 来先来颗苹果 压压惊 阿富汗古尔少年 嗯 在那个 在那个 古尔的第一个镇子 第一个面 然后昨天晚上交流的时候 就 古尔省和赫拉特 大问一说 达利语 其实达利语跟波斯语都差不多 嗯 就翻译的时候 都是直接用波斯语翻译的 这苹果怎么 这个颜色呢 嗯 酸酸甜甜的 原来要命的 是这种 抖上抖下 再加上突然之间 来一个车 该死的 看这个信号塔 是罗伞的啊 就是刚路 阿富汗的时候 我拜的手机卡 结果像冲浪 没有手机信号 没有网络信号 这冲浪冲了个地 嘛 拜拜 拜拜 我也不是爬了第几个了 反正大爷看我都推上来 大爷都看着摇头 我咋感觉前面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 这感觉就是一个魔咒地形 这下来摩住啊 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就这样吧 很难接受呢 踏步踏平呢 放弃挣扎呢 过来了 看行不行 你还见了 OK 哈哈 十五公里吧 到下一个这里 这段都是短图车 不是长图车 所以 能用大一段不错了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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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段 给它500 没得说的 结成职业 怎么过的送到西啊 刚才倒顶了 应该会停下来了 你接都得 你这是过来吗 没有 现在怎么样 没 这个了 这个照片 还好 可以 我还好 啥 好 za 走了 走了 永远被回关了 啊 ok 先把声音推搬上来 很湿滑 反正还有这个刺 今晚可以不用吃米饭 那肉可以 总结吧 就是 七星阿富汗 就是优雅实话的先前 估计 到现在是一个节点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主题 就是逃离阿富汗 不应该说去逃离 就是离开阿富汗 七星离开阿富汗 然后到伊朗边境 还有五百五十公里 嗯 反正就是每天都要掐着时间 然后 我要先到恰恰兰 然后再到荷拉特 嗯 然后再到边境 就三个 三个节点 就这样的话 嗯 反正之前的烂幕 想要打车都打不到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嗯 能尽量骑行就骑行 但是我觉得 骑行基本上已经要高点了 嗯 然后到了伊朗再骑啊 或者说到了赫拉特之后再骑 或者说到了赫拉特之后再骑 先收拾行装 因为这一路上洗澡 别想 然后充电也别想 基本上就踏踏的 电路充得上 嗯 准备好了嘞 这个信号 永远是伊格 看一下 这是洛杉磯 伊格 回完这一位 拆起 逃离阿富汗摩士 就要到了 好的 我们要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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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